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一周一次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过去这一两年 我讲了许多令人沮丧的坏消息 这不是我的本意和爱好 其实我也是一直想找机会给大家讲些让人振奋的好消息的 但不幸的是 当今世界是多事之休 发生的事情多是剪不断 理还乱的坏消息 少有清清爽爽的好消息 终于 过去一周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生的突变 对于这世界上多数人来讲 可以算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今天 我就跟大家聊聊乌克兰在他东部战场大反攻中 出人意料的出战打劫 以及他对乌克兰战争和世界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我9月3日的节目中 我谈了乌克兰开始发动对俄军的大反攻 乌克兰在此时发动反攻 也是在对天时 地利 人和等多种因素分析后 被迫冒险进行的 在那期节目中 我谈论的重点是 乌克兰首先于8月底在他南部战场发起的反攻 但是 乌南战场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种绞肉机模式 双方都伤亡惨重 但是双方战线的变化却不大 交战双方不得不经历的凄惨场景让我内心再次沮丧 感觉乌克兰战争在短时间内可能发生转机的概率又降低了 但是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从9月6日开始 乌克兰突然大胆地在他东部开辟了第二个反攻战场 这个战场是在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东南部进行的 从目前战争发展的情况看 乌克兰部队在这里的战斗意图非常大胆 他们似乎是计划把奥斯克尔河以西以19母式为中心的俄军部队包围全坚 要实现这个作战目标 一个关键点就是乌克兰军队需要钳制住一个叫库比扬斯克的城市 这个城市战前约有3万人 它位于奥斯克尔河的西岸城东的一座大桥横跨奥斯克尔河 它是乌克兰东部的一个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枢纽 俄军大量的物资补给和人员运送都靠铁路和公路 钳制住库比扬斯克市就相当于钳制住了俄军的一个大动脉 一方面会让俄军无法向奥斯克尔和以西的俄军增援 另一方面也让奥斯克尔和以西的俄军撤退的难度增加 说这是一个大胆的战斗计划 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库比扬斯克市并不在目前俄乌交战的战线附近 而是在双方战线俄军一方大约50公里的俄军大后方 四个月前俄军和乌克兰军队就在这个地区 就刚刚进行过一系列残酷的绞肉机式的战斗 在那次对事中俄国是进攻一方 在俄国大口径火炮的狂轰滥炸下 双方在每一公里的战场上都拼命刺杀 战线每一栋一公里都是以双方巨大的伤亡为代价的 那次交战的结果是 乌克兰军队被俄军一步步逼退 最终不得不背负放弃了这些地区 而此时如果乌克兰一方要实现上处的作战目标 唯一的办法就是 乌克兰部队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俄军反应过来之前就快速逼近库比扬斯克市 到达能够有效打击库比扬斯克市周边的公路 铁路和桥梁的位置 达到钳制住库比扬斯克市的作战目的 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 除了俄国在战争开始的头一两天 以出其不意的方式 快速占领了乌克兰的一些地区外 整个战争在其后的六个多月的常态 是绞肉机式的消耗战 就是俄乌双方在一个地方厮杀多日也不见胜负 所以 此时突然要一支乌克兰部队 在俄军后方奔袭50公里 包围一个俄军重兵把守的交通要地 这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看 简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使命和任务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 乌克兰军队在过去三天居然基本实现了这个不可能的使命 屏幕上显示的就是从9月6日到9月9日 乌东战场乌克兰和俄国双方对视的态势变化地图 这些地图是由一个波兰的军事专家 汇集网上众多非官方渠道的消息制作出来的 从这些地图我们可以看到 9月6日进攻刚开始时 双方还是和过去一样 在一个漫长的战线上互相对视 但是 乌克兰一方有意在中间部位集中了一大股优势兵力 然后就从这个部分 乌克兰军队如一把尖刀一样迅速突破了俄军的防线 然后一路快速向东挺进 到9月9日时就已经抵达了库比扬斯克市外围 而且已经成功炸毁了库比扬斯克市东面跨越奥斯克尔河的大桥 成功切断了库比扬斯克市的一部分交通运输路线 初步实现了这次战役的一个关键作战目标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前 乌克兰和俄国双方的军事力量还难分胜负 在一寸核三一寸血的纠斗苦战 现在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却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乌克兰对俄国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神勇了呢 其中有多方面原因 但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我在9月3日的节目中其实已经点到了 那期节目谈到乌南战场 双方还处于纠斗厮杀的状态 大量死伤让那里成为一个拼意志的绝命之战 但是我提到两国军队有一个关键区别 那就是乌克兰人是在为他们民族存亡而战 而俄国人则是为了他们的领袖开疆拓土而战 现代军事专家在分析两军战力对比时 核心分析的是双方军事人员数量 武器装备等可量化的技术因素 战斗意志和决心这样的非物质因素非常难以量化 但是这却往往是在战争最艰难时 在战争前途叵测时最能决定战争走向的因素 这次乌克兰能出其制胜一个关键原因就是 乌克兰人不仅在用生命投入这场战争 也在用心和用脑面对这场战争 首先从宏观战略上讲 乌克兰在这次两线反攻中 巧妙地运用了一个时间差的谋略 现在看来乌克兰其实从一开始就计划 从乌克兰南部和东部两线发动对俄反攻 但是从6月份开始 从乌克兰总统到军方在发言和面对媒体时 都在反复强调乌克兰准备在南部要收复赫尔松的大反攻 却很少提及乌克兰其实也计划在东部发动反攻 俄国当时在乌东战场刚刚以巨大的伤亡 把乌克兰军队从顿巴斯提区的卢康斯克州倒逼出去 那是俄军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少有的一次战役胜利 但是那个战役也把俄军打得精疲力竭到了无力再往前突破的程度了 俄国感觉他们对面的乌克兰军队应该也和他们一样精疲力竭 无心在战了 而且过去几十年俄军都习惯了突然发兵进攻别人 不太习惯对手会突然进攻自己 所以俄国竟然真的认为下一步乌克兰只会从南部发动反攻 特别是乌克兰在发起反攻时并不是一般战术中常用的 从南部和东部两线同时发动攻击 乌克兰在8月29日在乌克兰南部首先发起反攻 等到9月6日才开始在乌克兰东部发起反攻 这两线反攻启动日期相差8天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时间差谋略 有人把乌克兰这个策略叫声东击西 其实不准确 声东击西是用一边的假攻击来掩护真实进攻的方向 但是这一次乌克兰在南部和东部的反攻都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乌克兰不希望在两个战线上都和俄军陷入胶着的胜负难分的状态 乌克兰希望至少在一个方向上能够快速取得实质性的胜利 从而能有效的提振本国的士气 赢得更多的国际援助 于是就采用了这个时间差的策略 来削弱俄军在东部的部署 给乌克兰在东线的快速胜利提供条件 果然这8天的时间差就让俄军更加坚信 乌克兰的反攻主要集中在乌克兰南部 乌东暂时会无战事 所以9月6日以前那段时间 俄军开始把他在乌东战场的一些主力部队 纷纷调往乌克兰南部 去加强对赫尔松周边地区的防守 因为乌东战场对俄国的整体战略还是极其关键 所以从这里撤走主力部队 按常理 俄国应该还是要用一些次主力部队来接替撤走部队 来把守一些关键地区 但是俄国过去6个月在乌克兰的战争中的伤亡实在是太大了 目前俄国在乌克兰的兵力 要同时守住乌东和乌南两个战场 真的是捉襟见肘了 结果俄军不得不开始玩赌博游戏 他们开始赌 乌克兰军队近期绝对没有战斗意志和能力 再从乌东向俄军一方发动进攻 于是 对于乌东一些重要的战略地区 他们要么是让装备非常差的乌克兰东部叛军来把守 要么准备暂时玩空城计 再找到合适部队前放弃派驻任何军队把守 网上流传乌克兰东部叛军士兵给他妻子留的一封信 这个士兵可能是在这次乌克兰东部反攻时被击毙的 在信上 这名乌克兰叛军说 他们被俄军莫名其妙地运到某个地区 让他们一定守住 然后俄军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像样的武器装备和食物 就甩下他们扬长而去 这个士兵的遗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战争前景 和他个人命运的悲观和恐怖情绪 好像电报 Telegram这个社交平台软件在俄国人中非常流行 很多俄国军迷都在通过他们的电报频道 向俄国人报道他们从各种渠道收集到的战争进展情况 最近一个叫走向胜利的著名俄国军事电报频道的博主 竟一反他对乌克兰战争中对俄军只报喜不报忧的常态 愤怒地报道了俄军弃守一个乌冬军事要地的案例 他首先公布了一份军事地图 这明显是俄军作战地图的一部分 然后他愤怒地说 你们知道乌克兰人为什么敢于在哈尔科夫采取如此大胆的军事行动吗 我来用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给你们解释一下那里的情况 他用笔在地图上圈出一个从高空看像是一头大象一样的一片森林 这片森林旁边就是一个战略意义很重要的村子 我们就简称它为地村吧 此前这个大象森林是由俄军第29联合武器军的第39摩托化步兵旅把守的 这个旅以前是从基辅包围战中撤到这里的 但是前些日子 这个旅却被俄军重新部署到了乌克兰南部 增援那里的防御力量 但是同时 俄国没有任何其他部队可以派到这里防守这个地村旁边的大象森林 结果这个战略要地就在乌克兰这次东部反攻中被乌克兰军队兵不血刃的占领了 其实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对俄军捉襟见肘的情况非常清楚 在发起正式进攻前 乌克兰的小股特种部队都会开始在俄军后方进行深入的侦查行动 据说在乌东执行侦查任务的一些乌克兰特种部队发现他们可以在那里晃有五六天 都看不到任何俄军部队对他们的攻击 因此 乌克兰军方可以推测 俄军东部防线后面外强中干这个现实 在这样的情报指导下 我们上面谈到的乌克兰东部反击的作战计划 虽然大胆冒险 但也绝不是一个无理性的鲁莽决定 根据俄军部署的现实情况 它的成功概率其实是很高的 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 乌克兰军队突破了在乌东前线和他们对视的俄军后 一路进入俄军前线的后方地区 反倒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一路势如破组 在三天就推进了50公里 大军直抵此次作战的军事要地库比扬斯克的城下 当然乌克兰军队如此长驱直入俄军的腹地 依然是一个军事冒险行动 乌克兰军队此次长驱直入的状态 很像俄国在乌克兰战争初期 从乌克兰边境派兵长驱直入乌克兰腹地的做法 如果俄军在此时能够模仿当时乌克兰军队的战术 将军队化整为零 以小谷部队埋伏在乌克兰军队的必经之路 用轻型的单兵使用的反坦克武器 就能大量击毁乌克兰的坦克和装甲车 从而阻止乌克兰军队的快速推进 或者是预先用大口径火炮 对准乌克兰军队的必经之路 等到乌克兰军队一到就开始万炮齐发 也能大量摧毁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 瓦解乌克兰军队的攻势 但是面对汹涌而来的乌克兰军队 俄国军队能不能沉住气 有效实施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战术呢 这就是体现我们前面提到的 俄军战斗意志的时刻了 现实情况是什么呢 俄军哪里有心情操乌克兰军队的作业呀 面对汹涌而来的乌克兰军队 很多俄军部队几乎立刻处于崩溃的状态 有人猜个别俄国部队甚至出现了鸟散的情况 因为俄军高层甚至都联系不上 也找不到那些俄军部队了 网上传出一些非官方消息说 乌克兰军队或民兵发现 一群群的俄国士兵 穿上老百姓的便装开小菜 结伴试图往北跨越乌俄边境 返回俄国本土 据说一天乌克兰一方就有超过15起这样的报告 还有许多其他有关俄国士兵开小差被俘虏的报告 人数可能超过500人 这次俄军的溃败和守卫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军队失败投降还不一样 在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军队几乎是打完了所有的子弹后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投降的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乌克兰士兵上传的 在各地缴获的俄军的军事装备和弹药 很多都是城乡城捆的各种弹药 所以俄军不是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无奈投降了 而是在武器弹药充足的情况下选择投降了 这不能怪俄军贪生怕死 俄国的民族性以战斗民族闻名世界 在保卫家园抵抗德国入侵的二战中 俄国人背水一战没有贪生怕死 从根本上讲 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不正义性 是俄军战斗意志雷弱的根本原因 我希望目前拼命叫嚣战争的中共高层 也能从这里学到一些正面的教训 乌克兰从9月6日从乌东发起的此轮返工 在短短三天的时间内就战果辉煌 9月8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发表讲话时 总结过去一周 乌克兰在南部和东部两线作战的成绩时 乌克兰军队在一周的时间内就从俄国人手中解放了100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重新控制了被俄国占领的30多个乌克兰城镇和村庄 其中这些胜利成果大部分其实是在乌克兰东部战场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的 目前东部战场的形势发展依然很快 几乎每天都有变化 地图上显示的是截至9月9日下午 东部战场两军对垒的情况 可以看到用蓝色标示的乌克兰军队在进攻到奥斯克尔河西岸后 一部分部队已经开始沿着奥斯克尔河西岸灰师南下 试图切断19母地区俄军从东撤退的后路 根据网上其他途径的消息 在这个地图没有显示的19母南部地区 也有乌克兰军队在向东向北进行猛烈的攻击前行 努力切断19母的俄军从南部撤退的路径 很明显乌克兰军队正在对19母是为中心的 一个庞大的俄军战斗群 形成一个从东南西北四面合围的台势 在过去这几个月 19母是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战区的一个重要军事集结地 有人估计如果乌克兰军队这个对19母的包围圈能够形成 乌克兰军队将可能把超过1万俄军裹进这个大口袋里 让超过1万的俄军面临可能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被全奸的命运 如果这真的发生了 那将对俄军的整体战斗力和士气是一个灭顶之灾 甚至可能彻底改变乌克兰战争的大格局 9月9日 一个支持俄军的军事电报频道称 第二摩托化步兵师的指挥官两天前 已经成功被从19母撤离出来 当然他统帅的第二摩托化步兵师的士兵 还大多被困在19母地区 大家要知道 这可是一个支持俄国的电报频道 通常这个频道是只报道有利于俄军的正能量消息 我最初看到他居然报道这样的可能动摇俄军士兵军心的消息 也是开始挠头了 心里想难道这个频道的人叛变了 不可能呀 他们都在俄国本土 不至于这时就叛变吧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才猜出一些眉目 俄军这些天在战场上 可能实在是没有任何单纯的正能量好消息可以报道了 在众多的坏消息中 至少这个消息还有那么一点点正能量的成分 毕竟俄军还是成功的救出了一个军官 成功粉碎了乌克兰军队能利用击毙或俘虏这个军官来做文章的图谋 为俄军保住了一些颜面 至于他的士兵看到这个消息如何想 那也没办法 反正你军官在不在 俄军的战斗意志都那样 美国在伊拉克最后撤军时的仓促和狼狈 让世界开始嘲笑美军的衰落 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混乱中 美军军官还是保持住了他们的尊严和自豪感 在美军撤退中 最后登上最后一班飞机的美国军人 是美军第18空将军团的指挥官多纳霍中将 很显然 俄国的军官此时已经顾不上这样的军官的尊严和自豪感 通常俄国是不会公开承认俄军在战场上的挫败的 但是这次俄国很难解释为什么网上到处都是乌克兰军队 在俄军防线后方出现的照片和消息 在乌克兰战争第一阶段 当俄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北部大城市九宫不下伤亡惨重时 俄国高层决定放弃战争初期的宏伟目标 就是要军事灭掉乌克兰国 他们宣布俄军主动实施战略大转移 把俄军从乌克兰各地收缩到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有限的地区 这次俄国基本是采用同样的说法 9月10日 俄国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了一通话 大概意思是 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所谓的解放顿巴斯地区 目前大量俄军部队是在19母和巴拉克雷亚一线 因为这些地区不属于常规的顿巴斯地区 而是在哈尔科夫首 所以未来几天 这里大量的俄军主要战斗目标是重新集结 然后撤回顿巴斯地区 其实情况是我们前面讲的 大量集结在19母地区的俄军 眼看就要被乌克兰军队包围全肩了 所以俄国国防部的这个说法 相当于承认了他在乌克兰东部战区的溃败 而且点名这些部队未来主要任务就是撤退保命 无论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进展如何 这次乌克兰反攻在东线的巨大成功 已经奠定了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成功底蕴 当然没人指望乌克兰的这一次大反攻 就能逼迫俄国投降 乌克兰战争注定是一个持久战 乌克兰在这场以弱敌强的战争中 唯一的优势就是乌克兰人对最终胜利的信心 以及大多数世人对他持续的同情和支持 这次乌克兰以弱攻强在两线对俄国发起大胆反攻 战场表面是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 但真正的战场其实是在人心中 乌克兰军队高层大胆巧妙的战略计划 乌克兰士兵对战略计划勇敢彻底的执行 在三天就成功卡断了大批俄军的补给线 让俄国不得不放弃两个月前付出大量伤亡而占领的部分乌东地区 把未来战斗的目标放在单纯逃命上 这样的结果让乌克兰人和世人看到 乌克兰在战场上战胜俄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光是出于道义对弱者的支持 更可能是对于最终胜利者的支持 目前欧美民众依然大比例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对俄国的抵抗 例如在德国因为制裁俄国而能源价格暴涨的情况下 9月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还是显示 有70%的德国民众依然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人 但是乌克兰人还是担心 今年冬天到来时 德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 是不是还会在自己面临黑暗和苦寒的情况下 继续这么大比例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国 乌克兰的这场胜利产生的巨大心理作用 将会在今年冬天展现它真正的效应 2022年是个多时之秋 发生了数个黑天鹅事件 乌克兰战争就是其中一只大的黑天鹅 它让很多误以为战争的残酷 已经远离现代人类的人清醒 人类的本性决定了 人和残酷的战争 其实永远都只有一念之隔 所以此时中共在台湾海峡的种种无理性行动 让世界格外警惕 让世界对中共的威胁高度担心 当世界关注在真实发生的乌克兰战争上 集中在被中共越演越真的可能的台海战争上时 一个副作用就是 好像现在世人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关注世界上一些小混混的胡搅蛮缠了 许多以前人类在岁月静好时能上头条的新闻 现在大家都懒得提起了 大家可能猜到了我这里讲谁了 对 就是北朝鲜 北朝鲜这两年在金三的领导下 其实是很干了一些辉煌的事情 在乌克兰战争中 因为俄军炮弹用的太奢侈 战争中弹药损失的速度 竟然已经超过了俄国的生产能力 所以俄国连普通炮弹都开始短缺了 俄国努力在全球采购弹药 没几个国家敢回应 但是北朝鲜就敢 向俄国出售了大量的军火 世界对北朝鲜如此大胆的行为 基本是视而不见 更伤金三感情的是 北朝鲜今年已经进行了六次核实验 而且正在准备第七次 这已经是历史之罪了 同时他们今年进行的导弹测试的次数 也创下了历史记录 但是世人对北朝鲜如此肆无忌惮的行为 依然是不屑一顾 无人关注 这就是对北朝鲜和金三自豪感和存在感的最大伤害 金三哪能咽下这口恶气 9月8日 北朝鲜最高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 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表示 如北朝鲜受到敌对势力的攻击 或者是北朝鲜的领导人被攻击 北朝鲜将坚决用核武器进行报复 同日 金三发表讲话 声称北朝鲜永远不会放弃核武器 从此不会和任何人谈 北朝鲜无核化问题 指责美国想通过迫使他放弃核武器 来推翻他政府的阴谋 说这个阴谋注定要失败 终于 拜登的白宫对此进行了回应 说 美国对朝鲜没有敌意 好温柔的回应 简直就像是在和北朝鲜认错 我真不明白拜登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在此时给金三送上让他自嗨的这个素材呢 拜登政府在这个时刻不说话会死吗 真不理解现在的美国政府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能订阅杰森视角这个频道 我愿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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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